發展商咳優惠沒有怕 自家兄弟為慶祝4萬訂閱 我們會在7月份獨家送出額外獎賞優惠 詳情請聯絡我們的銷售人員 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 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貼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儘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 和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 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今次帶大家過來中山坦州這一邊 去看一個我們一個多月前有到訪的項目 在這裡先講解一下 今次我這個封面和標題 怎麼這麼搞笑的呢 朗絲新城收入一切 是不是句話有點熟 沒錯 我相信大家想開網的 都被迫看一個廣告 就是所謂國富城收入一切 甚至乎相關的一些標題 就會說陳茂波忘記吃了咪 然後有一番說話就透露了出來等等 其實全部相信都是同一類型的公司 也都建議大家不需要站進去 因為最終如果你站進去 又真的有些貪念跟著他們去做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價錢檔 記憶中年多前都已經有節目講過了 又說譚校長做代言人等等 反正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一類型的公司可以出到這樣的廣告 而Google又比他一直到現在還能出到 兼且藝人和官員都變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又沒辦法阻止 我都真的吵了頭 甚至乎我見網上直接用這句說話來開玩笑都有 大家都知道早前國富城住的那棟大廈 就真的被爆價 所以有人就用了這個標題來開了一個帖 我都看過的 回到我們這集的主題 其實我也是用這句說話抽一下水開玩笑 所謂朗絲身成績有一切 其實是那個熱潮 即是說他最初在五月份開售的時候 是相當火熱的 但最新的情況我們知道 現時的價錢已經調高了 那剩下的消程也不會像五月份的時候 那麼火黃那麼有搶貨的現象 過幾月前到訪的時候 這個項目剛剛就開始了第一波銷售 由於定價相當吸引 所以第一波基本都是搶購了 然後也有一些准買家們 候著這個項目的人士等等 是等他第二波 以至到第三波等等 但是正如我們預期這樣 本身這個項目第一波 用一個非常便宜的價錢 先把你的眼球吸引 但是要搶貨的 你也未必搶到 去到第二第三階段 再加推銷售的時候 明顯地價錢就有所調整 是貴了的 雖則就說是貴了 不過事實上還是很便宜的 有幾便宜呢 現時主推就會是11和12栋 11栋就略貴一點點 大概單價去到八千多元左右 如果12栋的話 單價再會便宜一點點 七千六元左右就買到了 雖然對比 第一波開售的時候 最便宜的可以見到六字頭 七千以內的單價也能買到 但是似乎它仍然沒有大幅的加價 即是去到最初最初整個盤的吹風價 九千多元 九千多元其實都不是貴的 只不過它吹風九千多元 但是實際上開售出來是有六千多元 七千多元和八千多元 變相令到你見到第一層開售價錢的時候 就會吹聲說真的很便宜 很划算 反正事實上在整個坦州計 如果你的開售價是說 六千又好七千又好 八千多元也好 哪怕去到九千也好 仍然在整個坦州市場裡面 都算得上很便宜的 再加上這一邊 畢竟是有一個很大的基建概念 就是這個中山南站的一個高鐵站 輕軌站 將會在這個區內裡面興建出來 和令到這個區內也都會變天 因為有另外一個南部新城的一個發展計劃 正正也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當然上次我們都提過這個項目 就難尾半翻山 如果有些人覺得風水上不是太老禮 自己不喜歡買一些爛過味的樓盤 這個項目你不需要考慮 但是影片可以照看 因為我們基本再次來到這個浪絲 新城拍攝 了解它最新狀況 都是想給大家一個最新的資訊 講一個多兩個月前 一個這麼熱燒的項目 到現在這一刻 價錢稍為貴了 它的銷售情況 和整體推售的產品 現時又是怎樣呢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的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跟Jerry進去了解一下 你一個在禁穴 相當之均動的項目 浪絲新城現時是怎樣呢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鏡頭再回到中山南部片區這邊的 浪絲新城 今次浪絲新城已經是屬於推出第三波的 然後就動數開售 之前開售大概是四月份 五月份 大概有一個時間 推了兩檔 後期又加推兩檔 今次再加推兩檔 而今次加推這兩檔的時間 都已經接近了一百多元 去化糧居民已經有半 目前裡面賣的價錢 以及之前開售的時候 其實都有所微調的 上升了一點 裡面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再進去看看 我們現在就看到 這裡有一個3D的展示圖 這個整個屏幕 就展示了一個 包括它朗司自己的一個 發展商的背景 還有這個樓本所在的區位 以及它自身的產品等等各方面 就是將整個樓盤項目 是囊括其中的了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就是整個樓盤的一個模型 整個樓盤的一個模型 我們現在在這裡的位置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商業樓 它這個是幼兒院 在售中就是這一期的一個位置 在售中這一期的一個位置 這個就是它的工件配套 一個教育用地來的 除了在這一期之外 其他還有另外一個幾期的 分別是這一邊 這一邊 還有在下面這一邊 現在主要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主要是這個位置 我們先來慢慢地 對著這個顯示屏 我們看一看它的一個位置 不如 這裡有一個叫做新城核心的 這些就由全球灣區 到越港澳灣區 再到航目區 我們自己就來到航目區 在這邊 現在看到就是上面朗司新城的 它這個位置 其實朗司新城 它是位於屬於中山的 應該屬於中山的 應該屬於中山的 坦州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塊區位 其實下面這裡屬於珠海的鄉州區 也就是珠海的市區 香港是這裡 另外那邊就是鄗門和金灣 對著 那邊是鄉州的 主要就是兩塊區 一個是中山的坦州 另外一個是中山的三鄉 坦州大概就是這一塊位置 大家看到坦州上圈 三鄉大概是這一邊左右 坦州就主要是會比較接近著這個珠海的南平片區 和南灣片區 而三鄉 主要就會比較靠著珠海的這個 這個 北圍那邊的高深片區 和這個上沖這一塊片區 而朗斯新城其實可以理解為 就可以說是珠三坦交界的一個地方 但是地界上它還屬於坦州 目前我們看到 由朗斯新城這個位置 如果是回到來 拱北關閘這邊 或者去到廣珠澳大橋 橋頭怎樣走呢 出來這一邊的話 其實是可以沿著這條明珠路 接著經過這個昌城大橋 接著回到廣珠澳大橋這一邊 預計的用時由我們這個位置 去到拱北關閘 或者是廣珠澳大橋那邊 不堵塞的情況下 半個小時到40分鐘左右 已經足夠了 其實目前也有一些 快速的幹線線路在整著 現在是在三鄉道珠海市區這一帶 有一條快速的幹線線路 在施工當中 現在因為施工當中 所以下面會比較堵塞一些 這個是朗斯新城所在的區位 而在朗斯新城附近 我們看到有三溪科創小鎮 這個其實打造一個 類似科技產業的一個鎮區 在這裏 屬於珠海的一個 比較著名的一個 科創的一個鎮區 就搞起一些主要是以科的為主 而朗斯新城所在 目前是一個南部新城片區 南部新城主要是圍繞著中山南站 未來來打造 中山南站大概是這個位置 圍繞著中山南站 將會打造成一個非常之大型的 叫做南部新城 它會囊括賣有三鄉 坦州和珠海一個鄉州片區在內 那朗斯新城也是地理位置優勢 很明顯接近將來落成的一個中山南站片區 因為其實在這個氫軌方面來講 其實現有的氫軌 就只要只有紅色的這條線路 它就是廣珠氫軌 廣珠氫軌 Sorry 是這一條 廣珠氫軌 廣珠氫軌 是灰色 不是紅色這一條 灰色 灰色這一條就是廣州 中山 然後來到南朗 翠鏗 珠海北 然後最終終點站 回到這個 去到拱北這一帶 而朗斯新城最接近的 就只有明珠站 明珠站這邊是最接近的 所以對於大部分 包括斗門 金灣 和坦州 這一邊 包括板符 這一帶來講的話 來到最接近的興階站 其實都要去到明珠站這邊 進行坐車 坐輕軌才行 所以距離會比較遠 為了方便以後 所以就會打造這個 中山南站 就打造出來 中山南站以後就會方便我們這個 在板符 三鄉 坦州 乃至於是斗門和金灣的 過到來 去居住 去坐車 因為其實斗門和金灣 未來一條 鄉海大橋 馬上要通車 將來是斗門 一條直線 過到來 這一邊其實是非常非常快的 一條直線過到來 當然也是這個 斗門那邊有一個 鶴州站 也會進行一個 開通 也會進行一個打造 所以 未來的話 就是珠海周邊來講 現在這兩個大站 鶴州站 和中山南站 都是一個首位一致 OK 講到這邊為止 大概上邊就是朗絲 申成了一個驅位的情況 其實周邊來講 因為 價錢方面來講 這一帶 坦州雙圈附近 這一帶的價錢 目前就是 在另一個樓盤來講 所以那塊花城 就萬一二元 包括裝修 而來到遠多一點 在南平和雙都 一步之遙的 這一帶位置 優越城購物中心附近 這邊的樓盤 大概是萬四五元 所以朗絲申成 它現在一個七八千元 就無闢的價錢 它是有優勢在這裏 而三鄉這邊的價錢 大概目前 用一個 碧鄉的 穿月虎來講 那邊大概是 住宅 也是八九千元包裝修 之前的萬象運 也是八九千元包裝修 所以這個 七八千元無闢的價錢 其實它可以說是 在坦州的地價 但是在賣三鄉的一個價位 主要都是因為朗絲申成 在這個圈裏面 它還有很多的配套 是未落成一道 通過航拍 我們看到其實 除了它樓盤自身之外 周邊其實還有很多地 是要去改進去拆遷 去徵收 去增加一個配套 所以才會有這個價錢 這個區位優勢 在這裏 好了 這個就是 講到是朗絲申成的 那我們就 轉回去樓盤 它自己這邊 給大家看看 自己這邊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們講到 它現在賣的 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之前手開了 這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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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四五月份 這兩座 就是我們的 十四號樓 這個就是十四號樓 然後 十四和十五 就手開了 然後 亦都開賣了 我們另外的 十三號樓 和這邊的 一個三號樓 那目前賣的 主要是這一座 我們的 十一號樓 一單元 二單元 和我們的 六號樓 Sorry 十二號樓 十一號樓 一單元 二單元 和這個十二號樓 那現在我們就 選了幾個 戶型去做比較 這裏 兩個單元 兩梯四火 兩梯六火 兩個價錢 就有所不同 我們就用了 其中的 價錢 拿出來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展示 首先選了一套 十二號樓 十二號樓 一六零一的 戶型 是六十五平方 六十五平方 這一個 那麼 它這一個戶型 它主要有一個優勢 是怎樣 由這一個位 六十五平方 這樣去對望出來 是對著這一邊的圓林 和直望出來 沒有什麼遮擋 是可以看到這一邊 將來的一個何景 所以 這個 零一戶型 都是一個何景 單位 十二棟的一六零一 面積就是六十三點三九平方 原價就是五十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 打完折之後的話 就大概是四十八萬七千一百五十八 另外我現在再加一個三萬元的團透 這個就是六十五平方 這個就是六十五平方 這個是二十一層高 所以十二層的話 已經都是屬於一個中上的樓層的高度 來的了 這樣看回去 可以看到一個何景的景觀 OK 這個就是六號樓 sorry 十二號樓 對 十二號樓 我們再拿回另外一個大單位 多些少 大單位多些少 十一棟的一百零八方這個戶型 十一棟的 這個 這個是一單元 這個是二單元 我們選了一個就是一五零一 因為十一棟總層高 是屬於二十層高 所以十五樓的高度 就已經都是中上的了 零一是這個位 這個 零一戶型 一百零八平方 這個戶型 這個也是一百零八 這個也是一百零八 兩個邊位也是一百零八 這個二單元的一零八 可能會近乎多些少 所以我們選擇了一個 一單元的一零八 就要近乎內圓景 就會比較安靜一點 那它的價錢方面 大概是 原價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打完折之後 就九十三萬三千三百 九十三 便宜了五萬元左右 便宜了五萬元左右 再加上額外三萬元一個團購 總價呢 總價呢 它到便宜了兩萬元左右 那這個付款價錢 這個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一個價錢 要求就是一個月之內 是給到這個尾款 主要選擇呢 就是這兩個回形 一個呢 就65 看圓林 看這個河景 另外一個 01 大單位 也在圓林 會相對 看來圓景觀 會比較安靜一點的 兩者之間的單價差不多有1000元 大致上我們精算了這兩個單位一個簡單的情況 我們可以轉回角度去再另外加深一下 一個是這個 望穿著這個圓林中族 其實都幾開揚,因為這裡是這樣望到回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位 都是望穿著這一邊,可以望到圓林和這邊的一個 這就是我們精選了的兩個單位和價錢給大家進行一個參考 目前的話這裡的一個 整個這一期的收樓時間 就大概是去到明年的一個 九月份左右 出來是明年的年底左右 是明年的年底左右 他是無批的 無批交付 好,這就是朗絲新城今期的一個推薦介紹 現在看到我們朗絲新城這邊目前開售的是11號樓和12號樓 之前大家看到 插著紅色旗的幾座 就是前一段時間開售了 包括在大概四五月份左右首開的14號樓和15號樓 就是最插著幼兒園的這兩棟 再跟著開售的就是13號樓和3號樓 這次開售的就是我們的11棟和12棟 11棟和12棟 預計開售了大概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目前的去化量大概是一半左右 我們說回一個歷程 大概當時14號和15號樓開售的時間 價錢是7000元多一點 有些樓場有6000多元的單價都會有 在14號和15號樓推售完之後 就開這個13號樓和3號樓 平均的價錢大概就是7600元左右 但是有些戶型的單價可能稍高一點 例如說8字頭 例如說108平方的單價 就是8字頭 而這次推售的這個11號樓和12號樓的話 戶型方面就有多些少的 不一樣的11號樓和12號樓 我們來看看 11號樓的一個 戶型分佈的方便 11號樓總共分為了兩個單元 總層高是屬於20層高 前面的 01 Sorry 前面的03和04是89平方 而後面的一個單邊的位置 01和02分別兩個最單邊的位置 是1808的 而在兩個單元中間的位置 是屬於100平方的 這個是11號樓 我們再轉去這個12號樓 看看 12號樓的話 總層高是21層高的 兩梯綠火的設計 04和05是70平方 兩個邊位 03和06是89平方 那麼 最後兩個01和02是小單位來的 就是65平方的 兩個價錢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12號樓 兩梯綠火的關係 所以它的單價 相對於11號樓便便宜了 多些少 單價大概是7600元左右 而我們這個11號樓的話 它的單價大概是 去到8500到8600元 所以單價方面的話 兩個就欠了幾百元 甚至千元一平方 而整個11號樓和12號樓 都是屬於 同一個小區同一時間交付 大概是明年底左右 管理費方面 是3元的一個平方 是將會由朗絲自己去管理 目前這個就是11號樓和12號樓的情況 去貨量大概就已經去了一半左右 如果是有關注這個樓的朋友 就盡快去聯絡 OK 這個就是11號樓和12號樓 目前的一個概況 了解了項目的最新情況 大家知道它比之前貴了些少 而在整體的銷程上 同5月份6月頭的時候比 都似乎是沒有當時那麼熱銷的 現在我們呢 報仿上次我們去參觀示範單位的片段 順便看看它已經做好了的大堂部份 其實這些大堂的位置都做得相當不錯 簡簡單單但是不失貴氣 我個人覺得真的算是這樣的 不似得一些只是金碧輝煌 但是設計上並不時常 好啊 剛剛參觀完異地人版間 我們現在來到遠洞 去看看實體行版間 它將示範單位置在實體樓上 上面也可以參照 這個樓下大堂的交付標準 大堂空間的位置 那邊也是 其實還有很闊的位置 我們直接進來 這裡將來有些桌椅 可以休息區 這個是電梯的位置 但是現時就未開放 所以要看示範單位 必須走些少樓梯 我們來看一隻89坪的零二壺形 做了三房兩廳兩位的設計 好 又回來 因為它是墨碑交付 所以所有的裝修 就緊供參考 其實看到它這個客飯廳 是非常視聚的 沒什麼錯位 做客飯廳加起來 有去到 22、23坪那麼大 而且可以看到它 這裡預留了一個非常闊的位置 做一個很深的 鞋櫃 圓關櫃 還很闊爪 這個空間 鏡頭左邊 是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 和所有房間 陽台都是同一個朝向 這個 這個設計 都比較難得 而且看到這間房間 就擺衣櫃 兩個床頭櫃 都有剛剛好 比較標準的 一間雙人房的設計 就沒有什麼浪費的空間 而再來這個位置 就是廚房位置 我差不多這樣做一個L型的廚房 其實看到 就算是 兩個人在裡面煮東西 都還有比較闊的位置 當然如果參加這個設計的話 可能雪櫃就要放在 飯廳那邊 廚房就沒有什麼位置放雪櫃 OK 再來鏡頭 來這邊 有一個供位 供位所預留的位置 無論是 洗手好 浴室或者洗澡的位置 都有 都比較足夠的空間位 OK 再入邊這間房間 他這間房間 到時無屁的膠樓標準 就不是這樣的 無屁到時候 這裡有一棵牆 在這邊 因為它是保健做陽台 以後 需要我們把牆場 鎖了 以及把自己改造成房間 這間就會做單人房 會比較充裕一點 OK 再來 出回來了 這一邊 我們可以出到陽台感受一下 因為現時 它是異地陽版間 所以所有看到的 外面的就 緊攻參考 但是可以參照它的尺寸方面 這個陽台的闊度 足足都有去到 4米闊 好了 好 再來看 最後的主人房帶 兔廁 又有兔廁位 最後這個就是房間位 這個呢 這裡開始 都是 由這裡開始 都保健做陽台 所以我現在身處的位 是計算一半面積 所以它的 贈送量都非常非常之高 89平方做三房兩廳兩位 沒有過渡的就是這個壺形 再來看一隻 109平方雷橫廳的壺形 進來的話 我們看到它這邊 可以參照它這樣 做回一排的櫃 這樣過來 非常非常之舒服 這隻壺形 我們看到它是 合飯廳 可以造成一體 那麼 飯廳旁邊 還有一個 窗 連到外面的露台 那麼這個就是 合飯廳 外面的大露台 就是雷橫廳設計 除了它 雷橫廳之外 它還可以變成南北對流 為什麼呢 這一個是廚房位 我們看到 這個廚房 真的零射特別大 可能你 在這裏煮東西吃 你轉身也要多走一步 才過來洗東西 而且真的 非常非常之舒服 再出來這邊 就是一個 小的生活陽台 也可以放在洗衣機 熱水錄 浪衫 如果我們平時 然後呢 就把這個廚房 和 客飯廳 中間這個位置 這道門 將它全部 完成 打開 變成一個南北對流 出到主陽台感受一下 我們先看看 回到來 再看休息區 好 這個就是 房間 也是比較標準的 雙人房的大小 對面這個位置就是 衛生間 工圍 工圍呢 還有一個飄桌 對面 再旁邊這一間 就是陽改房 將來的家庫都是陽台 自己改房間 但是呢 都很大 真的 非常非常之大 好 最後呢 就是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呢 我們先去看看兔子 先看看 兔子翻出來 就像他這樣做一個L0衣櫃 然後呢 這裡呢 還有很闊的一個 休息櫃的空間 擺了兩個床頭櫃 和一張大床 綽綽有餘的 擺了大床之後呢 這個過度位呢 亦都非常之闊 將來呢 有一個貼牆的 電視機啦 躺在這裡看電視 非常之舒服 而且這個飄桌 超級大型的L6型飄桌 增加回整個彩光眼 感覺呢 非常之溫馨 這隻呢 109可以做南北對流雙陽台 亦都是環廳的會員 看了一些示範單位的部份呢 我們來到最後會讓大家看回這個項目呢 各項一些文件 現時公示出來的版本 在這裡呢 亦都為這個 朗絲地產再介紹一下 其實呢 早在2001年開始呢 朗絲地產就已經開始發展起來了 部分的國內人士呢 就會認為這個發展商呢 本身打造出來的產品呢 很多項目呢 都是偏便宜一點 當然呢 亦都有人曾經留言 就說他的質量不算很高 不過以往我們在2020年介紹過的項目呢 其實以我們知道呢 整體的銷程都相當不錯的 去到現在都已經是全盤受興了 至於這個朗絲新城 即使你說目前是價錢稍微調高了都好 其實仍然是吸引的 唯一呢 就是你會考慮坦州的這個北部的位置呢 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你介不介意它 因為曾經難過尾 因為有些人呢 就覺得始終呢 難過尾 可能在風水上未必是不好的 這件事不要緊 純粹是個人提法的 這集的內容呢 就來到這裡 若然呢 對這個項目有什麼意見要發表 歡迎留言講講 又或者呢 對這個項目是感興趣的話 也都歡迎聯絡我們 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觀眾 若然你想上來我們自家兄弟門店 進行直播 又或者是面對面查詢 歡迎你親身上來我們銅鑼灣 或者旺角的分店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 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來之後呢 就跟著我們走 走啊 這裡呢 就是寫字路門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 左手邊 那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 銅鑼灣廣場二旗呢 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呢 來到洛克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呢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 亦都是相當之快 就可以過到胡舍新行這棟大廈 在8樓出了升降機後呢 802和8037 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的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